为了其中选举,美国总统拜登宣传政绩,还不忘痛批前总统川普,说要凭美国制造,其实只是空喊话,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。 拜登展示半导体大厂在纽约州设厂投资,让美国能自己制造晶片,不必仰赖海外进口,只是民主党选情十分不妙。 最新民调显示,有74%的民众认为,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。 其中选举提前投票出现不少乱象,甚至有川普支持者全副武装打扮,带枪守在投票箱旁,彻夜监视,吓坏不少投票民众。 由于投票站可能会成为恐攻目标,纽约警局要远景提高警戒,此外还有多地的选务官员都受到恐吓,执法官员表示,因为川普坚称2020年有选举舞弊, 这些川粉才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。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。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,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,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